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谈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这个美国的ETF500的这个表现 昨天未跌一点在430块1毛8 然后盘后又涨到431块2毛9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什么股票是下跌的 主要是一些的这些科技公司 科技股 然后NVIDIA有涨 这个META也是有涨2.57% 然后巴菲特的公司涨 银行股也是涨 然后这个United Health Group跌了4.1% 所以昨天的这个Belomeca也是涨了 所以昨天的表现是有一些涨有一些跌 所以就导致它整个指数是没有什么起伏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木头鞋的激进的表现 昨天是持续下跌的 跌到85块6毛4 然后盘后也是在85块5毛9 然后多数它的这一个股票 多数是红 然后这边有一些青 然后就造成你看它的图来讲的话 现在是lower low 现在是lower low 所以85块现在是差不多在这边了 所以现在是差不多在这里的价钱 这个是这里是在几次 这里是在这不是这边的85块 这里是9月的时候2020年的这个价钱 所以它基本上已经吐回 今年一整年的这个涨幅 然后我们看一下阿里巴巴昨天的表现很好 就涨了一个4.53% 然后盘后继续涨现在127块6毛半 然后技术面来讲的话 现在感觉上阿那天我跟你们说好像是一个 double bottom这边两个触底 不知道这样子看上去是慢慢拉上去 我们看他会不会穿过这个平均线 所以他的价钱要高过这个138才是比较明显 所以像上次这样 希望上次拉上去过后不会拉下来 会继续的拉上去 基本面是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知道那个查理蒙哥 double down 这个阿里巴巴的股票 然后可能很多人就跟着一起进场 我们再看这个银行股 这个是比较小型的银行股的表现 dividend又一个3.16% PE ratio 10.413 然后涨了一个5%昨天 然后现在是5年里面新高 所以银行股 这些regional bank 他们在美国比较小的银行 都有一个24个billion的market camp 都在涨 受到那个升息的利好消息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昨天涨得特别快的是这个game stock 先涨一个1.21% 盘后又涨了一个24% 因为他说他们要去做这个NFT的project 就是这个ETH的project 所以人家就冲去买它的股票 会不会带来盈利 这个还不知道有待观察 所以就 所以现在还是有人在炒 这些股还是有人在炒 AMC这两个都是MEM stock 都是还有人在 在看 在玩着 然后我今天这个小小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就接下来再看 这些 美国股市的表现 所以基本上今天 整体而言是持平的 有些股有些跌 好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